啊 现在是夏天了 所以你的厨房里可能会放一些美味的水果 桃子 草莓 橘子 嗯 哦 但是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买的香蕉多到自己不能及时吃完 因此是时候聊聊如何让水果变成苍蝇了 那么你看 想要让水果像苍蝇一样飞起来 你可以像这样抓住它 然后尽可能地用力把它甩上天 角度稍微向上倾斜 这样它就会飞得很远了 哇 等等 哦 你说的是名叫果蝇的虫子 不是水果变苍蝇啊 好吧 那就不一样了 夏天就是这些凡人的家庭入侵者 大显身手的时候 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诀窍 教你如何让它们远离你甜美的夏日美食远远的 让我们开始吧 一 漏斗法 漏斗法是对付果蝇的神奇陷阱 也是个有趣的DIY 所有这些小诀窍都是DIY哦 所以准备好唤醒你内心的工匠吧 首先拿出一个高的花瓶或罐子 把它作为基础容器 接下来你需要选择好的果蝇诱饵 果蝇会吃任何含糖的东西 所以你的选择很多 其中大部分可能都在你的厨房里找到 你可以选择过熟的水果 把一些黏糊糊的桃子切成薄片 或者发黑的香蕉也可以 任何过熟或腐烂的水果都可以会有用 如果你没有或者不想用水果 你还可以使用蜂蜜 蜂糖浆或任何果汁或含糖的苏打水 甚至是苹果醋都可以哦 无论你最终使用什么诱饵 都要把它放在你的基础容器中 不需要太多 只要是能覆盖满底部 约两指宽的一层就可以了 现在拿一张纸 卷成漏斗的形状 然后涂上胶水定型 将窄的一端穿过底座容器的顶部 让漏斗停留在开口处 确保漏斗的尖端不会接触到诱饵 最后将你的陷阱放置在受果蝇侵害的区域附近 比如说靠近你装水果的碗 垃圾桶或水槽的地方 当当 你家的果蝇就会消失不见了 这个陷阱非常简单 但却像有魔力一样 苍蝇会飞到漏斗宽的部位 追随着内部诱饵的甜味 呵不烂 但是由于漏斗的形状 它们将无法飞出来 到了早上 你整个家里的果蝇就都会在容器里咀嚼诱饵了 如果你家果蝇是一群挑剔的家伙 第二天早上在容器中看不到任何它们的身影 那就请尝试不同的诱饵 嗯 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你可以在该容器中倒入一些温水和洗碗精 让它静置一会儿 然后稍微摇晃一下 完成后将混合入倒入院子中 再把容器冲洗好 你可以多次重复制作更多的果蝇陷阱 二 大碗陷阱 这是个类似的方法 但制作功法会少一点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将熟或腐烂掉的水果 放在中型或大型碗的底部 也可以加入带甜味的液体 如苏打水或糖浆也行 同样的 你不需要把它装满 只要底部有约两只厚的一层就可以了 用塑胶袋或保鲜膜把碗尽可能的裹紧 拿一个叉子 在包膜的顶部周围戳几个洞 把它放在外面一夜 第二天早上 你就会看到果蝇正在蚕食你的诱饵了 这和漏斗方法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们将果蝇诱骗到它们可以接触到的诱饵处 但是同时又让它们难以撂脱 苍蝇会进入你用叉子做的洞内 但它们不够聪明 没办法从这些洞里钻出来 如果第二天早上 你在陷阱中没看到任何果蝇 那可能是你的洞弄得太大了 请记住 即使是成熟期的果蝇长度不到0.5公分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大的洞来捕获它们 用小洞再试一次 看看下次的结果如何吧 3.在冰箱交换罐子 取两个中等大小的罐子装满果皮 用透明有弹性的保鲜膜盖好罐口 用手指将塑胶包装从中间向下按 在罐子内部形成一个漏斗状 在凹痕中间戳一个小洞 可以用牙签 这是果蝇进入陷阱的地方 当你注意到罐子里有果蝇时 把它放进冰箱里 这会把苍蝇和它们的蛋冻住 当你看到另一个罐子里有果蝇时 把它换成那个正和你的披萨 冻在一起的罐子 将罐子旋转一会儿 直到你的厨房果蝇全部消失为止 4.预防 嗯 没有比一开始就让果蝇离你远远的 更好地摆脱它们的方法了吧 至少你不必感到内疚 你知道让它们去见上帝 无论如何 要防止果蝇的第一种管用的方法是 妥善存放你的水果 把甜食放在厨房橱柜的水果碗里 是很诱人的 但是一旦水果熟了 冷藏它们会让它们的保鲜期更长 你现在立刻就可以去冷冻苹果和香蕉 这将减缓其成熟的过程 即使你的香蕉皮是黑色的 你仍可以试着冷藏它们 这可以保证香蕉的美味 如果把芒果 木瓜 甜瓜 桃子和酪梨等水果 是的 它们都是水果 放置在室温下 它们会不断变熟 但是一旦它们熟透 你就应该直接把它们放入冰箱 这样就可以使其在良好状态下保持好几天 莓果和葡萄应该在购买的当天或短时间内冷藏和食用 柑橘类的水果如橘子和葡萄柚等在采摘后会停止变熟 因此这些水果可以放在冰箱中的时间长达三周 了解如何储存水果 延长其保鲜期 可以让你的厨房成为无果营区域哦 这不是很聪明吗 现在轮到你在发言区发声了 你怎么让自己家里做到全下无苍蝇的呢 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后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但是先别急着去DIY苍蝇陷阱啦 我们的频道里还有超过2000个超酷的影片等着你观看呢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挑一个 点击就可以啦 请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